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确定性的数学方法 最初我们本科的时候学过概率 那么就是说在这种你比如说古典概型 我赢对方的钱的可能性有多大等等 主要谈这个问题 那后来更加高深 那就到了有随机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飞机在空中飞行 那么一般来说是平稳 但是突然间来一阵气流 飞机就开始抖动 那么在这种随机干扰下 飞机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人们对这个随机性的因素是非常的关注 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会碰到随机因素的影响 其中你比如说排队论 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 你比如说一家眼科医院假设有79张病床 那么它可以对五种眼科疾病进行手术 但是它这个手术的时间 每一个眼科疾病的手术时间长短是不一的 那么过去这家医院就是谁来谁先做 那大家可以想这么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时候马上就要这个看病的这个病人 他这个眼科病是可能做手术之后需要在医院住15天的 而他后面的一个可能就只需要进来之后住一天 他就可以出院的 那么这里头显然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谁先来谁住院这么一个政策 那会队越排越长 因为79张床它是固定的 而且每张床上的病人始终没断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张床它的周转率要快才行 而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到所谓排队的那种思想呢 就是因为你周转的再快都有病人来不及做手术住院 于是就开始出现等待 有等待就有排队 有排队我们就要研究这个现象 那么当然如果是说大家都按这种谁先到 就谁住院这么一个方法 那么没有所谓的插队 没有其他的现象 这种排队论它没有受随机因素影响 但是现在大家一定去过这种银行去取款 或者是包括医院其实也是这样 当你达到某种级别的时候 你抽号 它那个号就不是按顺序的号 而是优先权 给你优先权 这就是说一个人去排队 他会碰到这种随机现象 使得他有可能本来他先到了 但是他有可能后面才取到钱 或者是才看上病 这就是所谓的随机排队论 排队论 所以排队论这个研究非常的有用 最早产生在 就是说理论比较成熟 是产生在这个内存 就是计算机内存的存储上 我怎样将这个内存设计 才能够使得存储最多 另外一个大家可以想 你比如说我们飞机经常晚点 其实有时候的飞机晚点 完全是属于调度出的问题 举个例子 有可能一架飞机在另外一架飞机前十分钟 但是他如果让他先降 他有可能今天晚上在这过夜 而另外一架飞机十分钟之后到达 在这只停留半小时 于是要想在停机坪更快的周转 实际上我们粗略的想都可以说 让后面这架飞机先降落 半个小时之后他就飞走了 他腾出空间了 然后让过夜的这架飞机再降落 但是排队论的理论 他会告诉我们许多 我们凭自己的想象 想象不到的那些知识 还有一种就是存储论 这现在也是越来越热的一门学问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物流公司 他每天会收到许多的产品 他然后要运往其他地方 不同地方 但是他根本不太可能一天 就把所有的这些物品 运到他应该运走的那些地方 于是他就需要进行存储 那么应该运走哪些 存储哪些 我应该设计多大的存储库 才能够保证 我即能够保证这些物品 有地方储存 不至于坏掉或者是丢失 同时又能够完成 这些雇主的要求 同时自己也要盈利等等 但是往往也会出现 随机因素的影响 存储 这些在我们的后面的知识中 将会遇到 另外的一大类就是统计方法 所以说大数据分析的 大数据的时代的到来 统计方法当然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但是对于一般的数据不是很大的 统计方法还是非常的有效 包括前面最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就会产生 最简单的函数关系的所谓的回归 当然现在大数据时代有时候 有可能人们还来不及 将变量之间的经联关系给它找到 只需要找它的相关性 它们之间有相关性就OK了 根本没必要建立函数关系 这就是后面我们要碰到的相关性分析 所谓的方差分析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方法 也是应该掌握的 那么据类分析往往就说 有时候变量很多 但是呢 有一些这里头有一些变量之间 你可以归类 就是预示说你可以归类 你不用一个一个考虑 就像有一位搞这个 搞这个电池的 就是专门做电池的这么一位 他说每天要计算的矩阵是 这个10的 1万次方乘1万次方这样的矩阵 这当然你这个计算机就可能算不过来 但是如果是搞这个电池的这位科学家 如果懂得聚内的方法 他发现他所要算的这些离子 或者是这些物质 有的是可以归类 他完全可以采用聚内的方法 将这个变量降低降维 也就是说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那么还有这个什么主成分分析 有些这个考虑主要的 有的是次要的 把主要的成分考虑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主成分分析 另外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容易碰到的 尤其是数据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采用时间虚拟分析的方法 你比如说 刚才前面我们也谈到 你比如股市 其实不仅仅股市 早在这个七千多年前 这个尼罗河两岸的居民 就知道每天都在记录 尼罗河水的 这个涨时 涨潮退潮的情况 然后记录好之后 形成了一个非常长的 它是定期计率 定时间计率的数据 所以大致时间相等 大致时间相等 所以我们称为时间序列 也是一个时间序列 那么它就可以到了第二年的某个时候 它就会提醒人们 有可能有大水了 或者有可能要干旱了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时间序列了 但是时间序列分析 那是采用了科学的方法 来建立 最简单的也就是说 至少可以建立后一个数据 和前面数据之间的关系 这种定量关系 这样形成的这个 差分方程 我们就可以求解 当然这里头有季节模型 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型 以后我们有机会会学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